我们来看看这手牌啊 这手牌还蛮有意思的 这里边大家都弃牌 完轮到了库恩 库恩直接奥令啊 拿到AQ 后边只有一个泡芙老板 这是一个短牌啊 然后泡芙老板几乎就是秒推啊 完库恩一看你秒推 说what 是吧 因为你这里边推奥令了 是一个是吧 表明自己很大牌的一个行为 然后你后边就剩一个玩家 泡芙老板 然后他看了看牌 马上就推梭哈了 是吧 你想想 别人看完牌之后 想都不想就推梭哈 那他是什么样的牌是吧 所以库恩一看泡芙老板 托梭哈就喊what 是吧 什么 就还没看见泡芙老板牌呢 就喊what 这种牌也是非常大的地势啊 所以我们打牌就看见 有些时候嘛 有些人拿到AA 比如他是AA啊 反正前面有人凹裂 他拿着AA他在那里想 他不马上推是吧 他在那里想 想半天之后 他才也推 是吧 他就是为了隐藏他的大牌啊 泡芙老板这手牌赢得非常多 这手牌看上去打得蛮奇怪的啊 咱们看看什么情况 这手牌上海王拿到K勾 加注到5000万韩元 泡芙老板九勾选择call 咱们来看看翻牌 结果翻牌 上海王是天顺 哦 这个牌泡芙老板也是买上下顺的 这个泡芙老板的胜率啊 胜率是零 现在胜率是零哦 两个人有20多概率评分 这里边上海王下6000万 泡芙老板怎么想的呢 完泡芙老板就梳哈了 完上海王拿的最大的牌 拿的那次 完上海王是一个秒靠 泡芙老板没想到上海王这么大的牌啊 是吧 景多可能觉得你中一对 大不了你两对 是吧 我这表明自己是大牌 梭哈 我还上海王这里边靠啊 一个72万7200美金的底池 哦 平 平分了 这个平分吗 8亿韩元的底池 最后平分了 是上海 发出了20%的概率啊 五把有一把这样平分啊 上海上 创呼老板高兴的 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啊 我在这儿想说高兴的像个傻子一样 感觉是不是都说不太好啊 咱都是在开玩笑的兴致啊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啊 这手牌还是让我有些意外的啊 咱们看看这手牌发生了什么 牌身上 阿鲁腾拿到了不错的手牌是吧 对高 位置差一些啊 强口加一位 王强 上海王拿到90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 来看翻牌 翻牌是一个QKK的面 这里边艾尔腾过牌啊 上海王也没有打 转牌上海王击中了顺子 90勾圈K 艾尔腾击中了 天 不是艾尔腾击中了葫芦啊 这手牌翻牌是过牌啊 我以为翻牌 我以为艾尔腾连打三条截呢 我还是不是这么发声的 我脑子有点蒙圈啊 这里边艾尔腾现在葫芦打价值 这里边是顺子是吧 这里边因为勾圈这两张牌 还都是两张草花 这里边有很多的买花买顺偷鸡啊 但这里边上海王真的感觉出 对方好像是有牌啊 因为对方在前后加一位 玩的如果是两高张 这颗牌 就有可能是QK GoK这样的牌 就是这样的牌也有很大的概率 不过上海 还有这个艾尔腾的下注啊 他能下注尺度 还有下注时间 是吧 让上海王感觉出 其实觉得自己可能是落后的 这个时候上海王就很警觉 其实正常看这个牌啊 其实这是一个easy call 翻牌都过牌是吧 翻牌没任何信息 翻牌都是过牌 然后你进入了顺子是吧 比如Q一对也有可能这么打是吧 或者三条K也有可能这么打 还有半偷机的买牌是吧 也有可能这么打 我顺子尻起来是很容易的 上海王就意识到问题了 一亿八千万的地驰 一亿八千万的地驰 很像价值下注是吧 他就是一个价值下注 因为一亿八千万的地驰 下一亿一千万是吧 这个注其实不算重啊 上海王转牌就很怀疑 对方真的有牌啊 QK K高 这样的牌 或者是小块绿的 像Ialton这种三条狗 三条Q 毕竟这种手对 他没有那么好抓啊 他没有像什么QK啊 是吧 狗K这么好抓 这里边上海王就气掉了啊 其实里边上海王也赢不少牌 比如Ialton转牌 他有很多偷鸡的牌 买花买顺 他买牌失败再偷鸡 他也赢三条Q是吧 然后上海王就把牌给气掉了 而且上海王真的 上海王这个人 他是有点敏锐的 我发现出来你知道吧 他从转牌就意识到不对了 他不是合牌才意识到不对的 他这转牌 在我看来 这是个很easy的call 然后上海王就发现这个 不对了你知道吧 上海王真的 他这个人 我觉得他的直觉 他很敏锐 你知道吧 有些人天生 他特别敏锐 你知道吧 上海王就有点这种性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啊 一个四人抵持 看看翻牌 翻牌是AK6 鱼13这时候击中了三条6 隐蔽的暗三条 上海王这手牌是对A啊 但是他的踢脚不是太理想 是9的踢脚 那这里边对于A来说还是一个easycall啊 酷啊应该不会玩了 一家打一家call这个牌面 他一个K没有什么竞争力啊 结果转牌又来一张6 13哥变成了4条6的炸弹 咱们这手牌主要看是这手炸弹是吧 炸弹在德州苦克 就是里边也不是那么好击中的牌啊 上海王应该不怕6啊 他更怕自己的踢脚有问题 不过发出这个6之后 他没有踢脚问题了 是吧 他是A66K 那这里边很难跑掉 这张6其实是帮助了上海王 在上海王的角度是吧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怕对方是什么 比如说A10以上的牌就比他好是吧 因为大家爱玩A10以上的牌嘛 能连上顺 所以他现在一张6发出来 他变成A66K的牌啊 没有踢脚问题了 盒牌又发出一张Q 其实上海王没有这么喜欢一张Q啊 如果发出10以上的牌 可能上海王会更喜欢啊 那于是三现在要想怎么打价值是吧 我4条6的炸弹怎么打价值 他回忆了一下上海王的行为是吧 觉得上海王油油油油的 应该手里边不是大牌 他下了一个5000万 这手牌于13还是打得很细是吧 他下这天他在想是吧 他已经在想 他在琢磨上海王是什么样的牌力 对吧 他想来想去觉得上海王的牌不强 下了一个5000万的出 上海王这里边也是call啊 这张6真的是极大的帮助了于13 变成炸弹 往下还要上海王的牌力也加强了 因为两张6可能觉得你不会是6是吧 尤其你翻牌在那种牌面打 很难想象你和6有关系啊 就是大概率你都和6没什么关系 但于13正要是小外率事件 和6的关系非常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